2月4日上午,中国男子游泳运动员2012年伦敦奥运会游泳项目双料冠军孙杨的蜡像节目仪式在上海杜莎夫人蜡像观举行 孙杨蜡像身着黑色泳裤,双手比出第一的手势,自信霸气 而极具感染力的招牌笑容也为这尊蜡像加分不少 今天看到了这个孙杨的蜡像,然后发觉和电视里看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秩序如生,十分逼真,所以说特别的激动,然后如果要打分的话肯定是一百分 自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2006年5月1日落成以来 已展出包括姚明、刘翔、贝克汉姆、Lady Gaga等众多国内外名人蜡像 而孙杨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 孙杨本人他作为90后,现在又是全民的这个关注的焦点 就是因为他给中国体坛带来了突破 可以说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自2006年开业以来 他是最年轻的一个本土明星做成了蜡像 智希早在2011年11月,孙杨在杭州接受了蜡像量身 超三小时的量身过程体现出了孙杨的专业素质 因为为了达到最好的测量效果 他本人在做测量的时候要保持这个动作很长时间 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他是一个专业的运动员 体现出良好的这种身体素质 才能把这个测量活动做到最好 据介绍因为蜡像需要大面积的落入皮肤 杜莎伦敦雕塑团队特地全部采用了玻璃缸材料制作 由此孙杨的蜡像也成为了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第一座玻璃缸材质的蜡像 通常的蜡像来讲的话一般都是头面部是用蜡制作的 但是为了制作孙杨的这种蜡像 伦敦的雕塑团队是花了不少的心思 那么所看到的我们能够看到的所有的裸露的部分都是用玻璃缸 可以说是在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里面它是唯一的一座